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云端资料库 然后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有放云端白板跟那个讲义 所以我们后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我想如果你手边没有买书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讲义部分 那讲义里面的话 像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到那个 讲义的这个简报这边 那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五章这个地方 那有关那个比如说数学函数 我想任何这个语言 无论是PHP也好 或者是什么Java啦 XSharp啦 VB啦 也好 反正它一定会有什么呢 数学函数 有关数学方面的运算 比如说要怎么样产生一个乱数 或者是说计算什么圆周率 或者是说你要去取最大值 我想这个部分各位稍微自己看一下 那传递的参数啦 资料形态等等的 那比较重要的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数学函数 在PHP的网站里面都有啦 包含哪一些 这边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像常用的 我把这个放大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大概常用的 大概就是像 最大值最小值 像这个是无条件什么呢 敬畏的 这个是无条件舍去的 这个是四舍五路 还有呢 什么呢 取渔数的 有没有 MOD 这个也蛮常用到的 那另外的话 还有POW是几次方 这个跟Java是差不多的 然后其他圆周率是Pi嘛 这个也还蛮常用的 如果像我们等一下有一题 就是说 要计算那个一个圆的面积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希望设计一个什么 我给 让使用者输入一个 输入一个半径 然后最后你给他一个结果 就是这个半径 所画出来的圆 面积是多少 那你怎么做 一个简单的练习的话 这个我想跟前面延伸的 都差不多 这个后面还有什么Sign Cosign 这个我想这个如果 用到的机会 那也比较少一些些 如果你要用的话 大概这边都有提到 还有什么Random 有没有看到 Random 那这个Random 跟其他的程式语言也都有 如果我今天 比如说后面有一题是什么 请你产生一个乐透彩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小程式 那比如说你PHP要怎么样撰写 这边的话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Random 那这个是我们函数里面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讲义 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比如说第四章 第五第六一 此类推 里面有比较重要的 我把它挑出来讲 那再来就是说 里面有一些 云端的这个白板里面 那里面的话 当然有一些相关的东西 我先是放在第一 01的部分 那等一下的东西 请各位把它展开来 这边的话 你往下卷动 因为上个礼拜 我们是做完 九九层发表 这个上个礼拜做的 然后 这个有个直向 横向 最后还有个对角线 好像有同学 蛮认真的 有留线来把它做完 也可以 好像我同学是 如果i跟j相等 一定会有这条线 那这条线后来同学有问 对 i加j如果等于10的话 应该是对角线 所以有两个条件 对角线 好像有同学留下来 我印象中是 i如果等于j 而且 and i加j等于10的话 那你再给它一个底色 就做完了 ok 对角线的部分 这上个礼拜有一个变化题 那当然 同学好像有做出来 再来的话 第五章的练习题 这边也有两题 请各位等一下想想看 设计一个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 用直径或半径都可以 那当然前提是 最好是给它一个表单好了 比如说这个表单 然后我传递过去 它接收到之后 告诉我面积是多少 另外的话 还要算到什么 小数点的第二位 四舍五路 你看到四舍五路的话 你就要想到 刚刚有一个函数 是那个什么 在Math里面的 那个什么 Math点 点Round Round里面 就会有个四舍五路的 这一个函数 这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 请各位 利用那个什么呢 Round的函数 它打散 然后 在模拟42 取6 42取6 其实好像我记性中 乐透彩应该是 是6个号码还是7个号码 6个码 它有个特别号码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还有个7 就是特别号 总共有7个码 如果说我今天 要让这个做出来 而且还要不让号码重复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还要不让它重复 恐怕会稍微难一点点 那要让它可以乱数产生 刚刚有Math 有在Math 就是数学函数里面 也有一个Round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题练习题 请各位稍微试试看好了 就是第一个是输入直径好了 当然你可以输入半径 反正请输入直径 你就输入一个直 然后呢 会显示出它的面积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该如何做 OK 请各位 一样了 把环境先设置好了 这个我想Round的很多遍了 第一个 这个Round起来 第二个的话 把JunweaverRound起来 最后里面特别注意 这个网站已经做了很多遍了 我比较讨厌一点 是因为我们这边还原 所以每一次都还要再来一次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里面相关的设置 这个我想做了很多遍 所以请各位自己再把 这个里面的基本 进阶 这些都设定好 然后再来就是说 产生两个练习题 我最后是把它存成这个 Lesson 5-1跟5-2 这两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环境先准备好 等一下我们接着来看这两题 一题是计算圆的面积 比如说请输入直径 然后就会有个结果出来 哦 谢谢观看